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貓 不知道大家平常刷刷短影片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看到各種iPad玩小遊戲的影片呢? 或是入手iPad除了上課、工作、追劇之外 有沒有什麼好遊戲可以玩呢? 之前曾經推薦過免費的手機遊戲給大家玩 但基本上那些通通都要廣告看好看滿 今天推薦給大家不用看廣告 iOS付費訂閱制遊戲必玩的10款遊戲 幾乎每一款都很適合只為這一款而沖喔 那我們馬上出發看看是哪幾款吧 首先第一款Stitch 翻譯是代表縫刺繡的縫的意思 這個遊戲是一開始在划短影片的時候看到的 第一眼馬上就深深著迷想要下載來玩 遊戲的玩法就是簡單的填空塗色 像是享受九宮閣解謎的那種類似的小樂趣 不過不是九宮閣解謎的那種困難啦 不只有新手相當入門出街的 任何人都可以輕鬆上手喔 能夠非常直觀的來判斷自己解題的過程的對錯 完成之後呢可以完整的看到刺繡的圖案真的是超可愛的 那它有比較不同的變化型 比較簡單的也比較好推敲的就是有圖案跟圖案顏色的 最難的呢就是類似於速度關卡完全無法靠推敲 能夠慢慢去拼湊但是都有相當不錯的樂趣喔 很用心的是呢它每日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題跟特色刺繡 完全玩不玩 我自己呢是在睡前無聊的時候會稍微的玩一下 輕鬆紓壓的音樂跟音效呢 非常適合忙碌生活啊 調解壓力的好遊戲 第二款相接模擬器 這是一款種田模擬遊戲 不只是短影片常常會滑到嘛 也可以說是呢長期在付費霸榜的遊戲之一 比起新日物谷之外呢在我玩過所有的種田遊戲以來呢 這款可以說是相當值得一個月訂閱值玩這一款 目前呢它還是AirCAD的獨佔 最開始呢我也是因為這一款立馬訂閱 簡單像素畫風啊 輕鬆的音樂以及休閒的氛圍感 可以種種田呢體驗鄉間生活抓抓蟲等等啊 啊對了這款呢很推薦大家橫著玩 值得玩呢會需要一直長時間點擊移動 可能會造成大家3D暈 那這一款呢有蠻大的特色是會比較不會有時間上的壓迫感 目前玩起來呢都還蠻輕鬆的 前期需要的東西呢也都是在宅子旁邊可以完成 沒有過多緊迫的要素逼著玩家們 馬上要去透過時間內做什麼 除了有一定的體力限制需要回家躺一覺之外呢 都是相當悠閒輕鬆的 很推薦休閒種田入門玩家呢 馬上從這一款一起體驗休閒農家生活喔 第三款鬼靈精怪大腳怪這是一款模擬冒型遊戲 體驗山上野人的大腳怪生活 那這個山上的唯一可以跟自己說話的只有小動物們啊 其他來露營的人呢都是你要嚇跑的對象 同時呢不能夠被管理員抓到的逃餐生活喔 然後還要兼具自己的溫飽啊需要去翻翻垃圾桶啊 搜刮保溫箱偷偷的去睡著的露營者的烤爐 嗯超ㄎㄧㄤ的是呢他互動吃東西跟偷東西呢都是需要觸控自己 控制自己的手不能夠亂抖 相當刺激又有趣的互動遊戲 已經在排行榜上霸榜蠻久的其中一款之一 看起來呢大家都喜歡這種偷偷來的生活呢 第四款Squade Go Drop 這是一款解謎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手機遊戲偏偏大家下載的那種廣告 我印象中類似這款有點密封遮人的那一種 欸這一款呢是真的實現而且沒有廣告的喔 提示呢是使用裡面的遊戲幣就可以直接獲得提示 那這款遊戲玩起來呢也真的是腦洞大開啊 因為大家呢可能會想要下載 所以我舉兩關前面比較前面的例子 但是這一關呢超級離譜 它是要你帶皇冠給這個男人 那這皇冠呢我剛畫好就想到 啊瓶子卡不上頭會掉下來 嗯但我真的沒想到這個也可以過 還有啊他這個說放低橋樑 我一直想不到沒有辦法不卡住車的方法 結果呢根本不用車子只要放下橋就好了 真的是相當有趣有超多的關卡可以挑戰 就算呢只有這一款我也覺得很值得入手喔 欸那如果想要玩玩暗黑類打寶遊戲 那絕對不能夠錯過這款免費的火炬之光無限 作為一款刷寶遊戲呢 獨特的特性系統讓你有各種不同職業的變換選擇 開闊場景地圖操作流暢無體力的設計 讓打寶過程不受限制 從4月19日開始進入第四賽季 對聽玩家們的建議 不斷的優化推出最新的迷霧玩法 隨機事件探索玩法 還有最帥的貓女 趕快帶上你的朋友一起組隊刷刷刷 這次呢還有週年慶典可以登入就領取SSR的戰鬥氣靈喔 完全是新玩家們加入的最好時機 現在馬上加入火炬之光無限 趕快跟我一起帶著超帥貓女上線刷寶吧 好那接下來第五款新入古語 這是一款超級經典超好玩的精靈魔女遊戲 不要看他是像素畫風格啊 可愛可愛的馬上就會陷入他的魅力 他的開放與多樣性呢 不只是可以種植作物飼養動物 還可以跟村民們打好關係 體驗婚姻與家庭生活 同時呢還有季節跟節目的各種變化活動 隨著季節的畫面呢也會有四季的變換 因此呢我們可以種植啊採礦啊釣魚練等級 每一處的小細節都能夠讓大家體驗到新入古的魅力 同時呢這個遊戲到現在還在免費更新喔 更多的道具呢以及更多後面的內容都在等著大家 上百個小時玩到玩不玩就算是買斷子也是超級值得入手的一款 第六款迪士尼夢幻古 這款經營模擬遊戲呢實際生力其境迪士尼世界 還可以跟迪士尼公主們當鄰居喔 整體的玩法有點像是有劇本的動物森友會版啊 因為像公主他們來這邊的順序基本上是固定的 每天可以取得一定的硬幣來花費啊 可以打扮自己擺放家具 經營自己的家園 深度呢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可玩性很高 從採礦種田烹飪等等等等 完全不會因為這是迪士尼只有皮而沒有內涵嘛 那每天呢有限的推進也不會讓大家覺得超級乾 可以一天一天慢慢的享受劇情還有自己的世界 第七款太古達人 太古達人呢想必大家沒看過實體也聽過吧 之前呢在實體啊像是地下街或者是主機上面 現在呢手機平板也可以玩到超多超讚的曲目 很多啊像是名偵難柯南啊 間諜家家九啊 進擊的巨人七龍珠遊戲王甚至迪士尼系列等等等等 還有古典音樂呢電視劇通通通通通通通都有 呃但是我個人在所有的遊戲裡面最不擅長的就是音樂遊戲啊 所以影片呢雖然是普通模式 但我一直miss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大家加錢看看參考一下畫面就好了 那應該隨便一個人都可以打的比我好 那有他有四種等級可以選 像我這種普通打不好的呢 還有最初階的可以選擇 那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大魔王本人 也有魔王等級可以選 在家呢馬上進行 泰國達人自由 第八款 柯特勒 ROPE 3 這是一款動作解謎遊戲 不知道大家以前學生時期有沒有玩過他的第一代 Cnafix訂閱還可以玩到 遊戲的玩法呢是讓球球可以塞進青蛙的嘴巴裡 那現在的付費版呢已經出到了三代 從球球改成青蛙小孩了 真的很可愛完全跟著我們長大 喔不對他成家立業生小孩了 我還沒有 那也一樣呢可以取得最高的星星數來蒐集取得額外的獎勵 稍微細看的話呢也能夠發覺美術更貼切現代化的3D設計 超級適合下班呢或者是剩餘打發時間呢消遣適合的遊戲 三代裡面的玩法也多了很多啦 有一些一般的跟滾輪的還有炮台爬繩索等等的 玩法也更加的多樣 更重要的是呢超療癒超勾 所以出社會之後最懷念的就是這一款跟鱷魚洗澡了 那下班呢就是要玩一下這種療癒遊戲嘛 第九款Farmer's Side 這是一款經營模擬遊戲 雖然前面有介紹過很多款 那這一款呢是比較淺一點點的 那好處是呢可以跟朋友一起玩一起經營 應該說是比較沒有那種一定要一起玩一起綁死的那種壓力 大家都可以處理自己的小家園的東西啊 也不會太多整理起來只有倉庫要整理啊 每天呢可以種種田啊 澆澆水啊 整理家裡跟裝飾 偶爾呢去朋友家那邊逛逛啊 欸好處是只要時間不用看廣告不用花錢 慢慢農慢慢玩 一樣可以玩到所有的東西 慢慢農啊 存訂單啊 拓展莊園裡整理的漂漂亮亮的 比較適合對於種田喜歡輕量級的玩家們下載 那目前這一款呢也只有訂閱制玩的到呢 也是很不錯推薦給大家 第十款魔法氣泡 這是一款意志類的俄羅斯方塊遊戲 它只是變成氣泡狀的俄羅斯方塊啦 同時呢也有很多種模式 如果對俄羅斯方塊很熟悉呢 第一次玩魔法氣泡的裡面 馬上就有教學模式帶你玩 那故事模式呢會帶點一點小故事 以及通關的勝利條件 還有一些很特殊的模式 像是極限狂熱啊 讓你在幾秒鐘之內想出最大COMBO數等等 還可以直接連網路呢跟線上的大家來場大戰 完全就是把主機版的遊戲移植到手機平板上面 那單玩這一款呢也絕對划算 很適合大家無聊想消錢消錢呢都很適合喔 好啦以上十款有沒有哪一款大家超級心動呢 是不是馬上衝去訂閱下載來玩呢 我們目前玩起來呢是第一款跟第二款時間是最長的 畢竟一開始就是滑到短影片 就是被洗到就訂閱了 那這邊分享給大家 單鈴出來呢這邊很多款都很值得大家訂閱喔 另外也不要忘記下載我們的好玩遊戲火炬之光無限 第四季最新的玩法以及超酷的貓女等著大家唷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小貓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區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Hello 你好啊 我是笨笨唷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 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